驾驶着F51的战机在台东坠海 机身的残骸卡在海中历经了半年 今天下午终于在加路蓝海域打捞上岸了 打捞船将后半截的机身缓缓地拉起 机体的外观仍然保持相当的完整 让当地的渔民直呼是不可思议 因为加路蓝海域深度大约是在300到400米 但是海面下的地形相当复杂 海流也很强劲 机体没有被坚硬的礁石给破坏 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历经半年之久 终于在30号下午3点05分将战机打捞上岸 后续将不会运到台东 直接运往高雄进行后续的调查